大家的五倍券都领了吗?买了什么东西呢?如果还没领或是领了还没拆封的人,请注意以下开箱方法。 由一名网友用写类时写的开箱方法,日前他到超商领五倍券后,兴奋地拆开要使用,没想到原先的五千块瞬间变三千,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今年拿五倍券大概是太兴奋了,在便利超商要付款时,当着门市店员的面前直接撕开,悲剧就这发生了。 这名网友贴出来的照片可以看到,有两张一千元的一脚被撕坏,五倍券瞬间变成三倍券。 至于五倍券若破损,什么程度可以全额兑付呢? 1988线上客服人员列出三种情况,表示如符合其中一项,对领人就可以正常使用。 至于其余情况则不予兑付,下述三种情况可正常使用,一破损,但余留部分在四分之三以上。 二破损,但片片能吻合,三污损或熏焦,但号码,文字及花文仍可辨认。 最后,提醒民众除了破损的五倍券可用情形,但一样要在店家消费使用。 只有店家才是将票券拿至金融机构对领,后续网友们纷纷发布券试文,教学大家如何开箱五倍券。 振兴直本五倍券日前已开放领取使用,这回内外包装材质全都使用纸张。 不像去年有附上塑胶隔板,可避免拆封时纸张毁损。 所以奉劝民众要很小心翼翼的,可以使用美工刀,由最边边开始拆封哟。 若有需要公共宣传,请恰官方LINE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